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番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神探夏洛克》第二季02 这一集的名字叫做《巴斯克威尔的猎犬》 也是这一季中十分有玄幻色彩的一集剧情 在这一集剧情里,夏洛克·福尔摩斯被委托的是一个很悬疑的案件 因为案件的委托人亨利看到了一只似乎像是精英改造的可怕猎犬 并且这个猎犬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他来找夏洛克·福尔摩斯,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 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夏洛克自己竟然也看到了猎犬 这难道是神探夏洛克要开始往玄幻科幻的方向走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夏洛克不会相信这是事实 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事情的起因,应该是受到了药物的影响 所以夏洛克也一直在努力地探寻着真相 影片中夏洛克和亨利都产生了幻觉,但是华生并没有 一开始夏洛克想到了他们的饮食,但是几个人的饮食都是不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华生喝咖啡不放糖 夏洛克检查了糖,糖的成分并没有问题 废了一番脑子依旧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影片大半段都是在奇幻的氛围下进行的故事阐述 看起来好像是一部奇幻惊悚的电影 迷雾缭绕可怕的幻觉,夏洛克和亨利看到了奇异的猎犬 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夏洛克精彩的按键推理,以及他超脱常人的观察力 这一集里夏洛克似乎还使用了记忆宫殿这种技法 他对于回忆的闪回状态十分的巧妙 剧集对于这部分的拍摄特别的精彩 很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方式 让夏洛克准确地回到他的记忆中 回想着每一部的细节 并且是真人在场景中的状态 这种记忆与场景的欠和让影片多了一些视觉上的冲击 当然在结尾的部分,夏洛克知道,原来这是一种会诱导人产生幻觉的药物 而实际上亨利的父亲是被研究这个药物的博士给杀死的 亨利当初的年纪太小,父亲的死冲击太大,所以他产生了幻觉 后期又被人刻意诱导,就是因为博士希望亨利可以疯掉 这样自己所做的罪行就不会被公之于众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疯子说的话 博士一直都是瞒着大家秘密地研制着这种军方已经禁止的可怕药物 而药物既然是被气化使用,所以夏洛克才会很难查证 而电影结尾他们看到的猎犬也只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产生的幻觉 那只是一只普通的狗而已 当然恶有恶报,这个研究违禁药物的博士在逃跑过程中被炸死了 个人十分喜爱这一集影片的背景设计 因为个人还是很爱好奇幻科幻类的电影 这种悬疑重重又非科学的状态确实很有魅惑力 偶尔来一集这样的内容调剂调剂换换口味 确实给这部剧注射了新鲜的血液 在影片的最后,夏洛克·福尔摩兹的死对头 Moriati也被放出了监狱 看来一场新的对决即将开始,让人十分的期待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